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狗野狼寶石5 上次說到應該是直播,就打到去... 打完了這個門口的真屍,之前說到古君之道前面擋住了 現在呢... 亦都打完這個了,現在可以通過這條路了 估計這個應該不會太難通過 但是四天王的路應該就很難說了 也有些觀眾提議說兵技能要不要學兵牙給利魚龍 因為本身利魚龍是會兵牙的 我再看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心之輪片很麻煩,其實心之輪片我用過了 我用過來學某些技能 Oh my God,退錯位 好,心之輪片我記得我用過來學某些技能 學某些技能,好像不知道是地震嗎? 好像是龍頭地鼠,我忘記了 2,000年後 好,玩快已經成功來到這個古君之路的最終出口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打完這些,這些濕毒水的技能 30L,完全升不到L 好 這裡應該雙打就可以了,因為30L而已 咬水一隻,然後靈魂衝擊都可以了,隨便吧 嘩,10萬伏特 好啊,竟然有10萬伏特 夜黑魔人,是不是野巨人 好啊,還有某 好啊,很久沒見或者一定記得我研究者 但確實在這個中心地下實驗室打過一次 招呼 這不是什麼非常美好的回憶 你知道我孩子他曾經跟我說過 想成為被大家帶來笑容的精靈訓練師 作為一名父親最深於精靈人做實驗一年都沒回過家 連自己領取到精靈去旅行的年齡都沒意識到 後來回到家已經啟程了一個月 明明之前還答應過一起見證去領取第一隻精靈那一刻 太可怕了 令人可笑的才能 連維系家庭關係都做不到 所做的一切簡直毫無意義 於是退出了火箭兵團 但這件事沒有忘記 還有我從手中誕生的孩子正在承受本不應該承受的痛苦 有責任去解決 過去確實是我製造出來的黑暗超目的戰腳石 但他同樣令我想起照片中的孩子 在博士手中領取第一隻精靈時開心的樣貌 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道具終於做出來了 但我還需要一個親自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我知道他現在在你身邊 所以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 說給大家聽其實都不需要 因為你在火岩中和水艦隊之間的異議之間 實在太高調 就像遊戲主角一樣 作為他的訓練師的你 有責任請收下你 嘩 那一大我不知在說什麼 安神的懸恆 被特殊的衣背戴上之後 就不會在行動過後受到力量反駛 傳說一名騎士團隊長 有一把傷了10顆寶石的大劍 在世界中末之際 他將這個穩陷著強大融合的變化之力的大劍 交付了給騎士團的後輩 後輩不負眾望 融合了黃道十二公的力量 拯救了世界 安神的懸恥就是據傳說做出來的 太子力量本身無罪 即使過去是禁忌的力量 是你一定會變成祝福的力量 驅使這份黑暗 帶上我的懺悔 他將那隻黑暗超猛 從火之悲戀中解放 他不應該留在冰冷的培養液 和黑暗的角落 嘩 我覺得大融合要打 應該不用 OK 就是說你現在得到了一顆東西 那顆東西就可以 嘩 這個地方改過來 超大 就是一個東西可以讓我去捉超猛 解放超猛的劇情 這些應該是招式機 這個就是二針木打後的 特別 免費招式 DD金貓比 炒鬧種子炸彈 全部都不厲害 要不升呢 看看 要的 非常低 33 那裡有個招式機 但是過不了他 我們看看那個什麼安神的懸殼 是什麼來的 啊不是 這個是用來 這個是用來 這個是用來那隻伊貝 不是用來超猛猛的 但是他就跟我說 有超猛猛的劇情可以做 好 不要緊 我們先進去看看 這個 4T和 是什麼環境 只有道館徽章齊齊齊才可以進去 讓我來確認一下 相信自己 OK 好 裝回一些東西 啊不是 這個沒有裝圖 裝光之黏 吐槽 應該沒有勁 會破牆吧 我猜他們 照舊 好 這個組合應該可以 好 試一下 雖然我不知道是雙打還是單打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你 但是不同 我都很期待你 究竟有什麼成長 想不到你最終還是來到這裡 在我身後 就是這個精靈聯盟的戰鬥 一旦追入 沒有辦法退出 好的回應 我在最高層等你 但是為什麼 對你的事這麼執著 相信通過 跟你在精靈聯盟的全力對決 就知道了 不要令我失望 好 好 這裡完全不可以動 一進去就立刻 開始這個台詞 完全不會讓你動 因為不讓你吃藥 那些 對了 雙打 DD金貓秘的跑步 61L OK 那66L又有一點點優勢 其實 應該都說可以 因為他們本身 沒有什麼技能打卡拉 我們直接用Mega岩斌 這裡 我經常忘記了 我經常都要看哪招牆是打哪招 不知道大家怎樣記 我完全不會記 對 反射壁就是物理牆 OK 反射壁 那我開反射壁 我猜應該都是用一些 物攻技人比較多 就算對面用格攻 沒有了 嘩 應該是沒死的 秒殺 萬力 不要緊 我們這裡用 岩斌 然後反射壁岩斌 嘩 不太行 猜不到 看來 但是上次我記得我買不到保護 其實本來如果有保護 這個回合會好很多 因為我知道他怎樣走 知道他有什麼技能 我回去 這裡看看有沒有保護 還是他沒有保護 買了什麼 什麼東西 這些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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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道具 還是在某些地方可以買 只有精靈扣 沒辦法 沒辦法裝什麼 凹凸頭盔 那些 打擊背心 試一下 不知道哪裡我保護 可能要查查才知道 其實可以直接這樣也可以 嘩 這樣也可以 嘩 嘩 嘩 我們一來即是用沙律 啊 因為他有威嚇 對 他有威嚇 爬烤虎有威嚇 所以這裡也挺虧的 一個會用霉勾 一個用蠻力 一個用蠻力 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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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派給比加超送死 不如比加超送死 不如比加超送死 我想到了 比加超送死戰術 就是 嘩 馬上趕走了 我馬上回答錯了 我馬上回答 即是有電箭加速 雖然 他應該會霉勾我 不過不要緊 我們先試一下 反射壁 咦 他沒用 嘩 原來這個Mega 不是這個Z技 Z飛行 這個 大火推 嘩 想不到 用比加超 既然是這樣的結果 那這裡再用電電加速 其實不用 直接用衝浪也可以 一邊直接衝浪 再配一個光場 突襲 哎呀 這些貓比 我們可以用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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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岩斌 然後長霧巨魔 他就基本上 沒有什麼用 敵魂衝擊 也就是 敵魂衝擊 敵魂衝擊 哎呀 果實 哎呀 大火推 都可以的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哎呀 忍蛙再加賭 冷紅 好了 紅就沒什麼特別了 忍蛙 我們開個龍頭 然後再開靈魂衝擊 打落 賭冷紅應該會保護 所以我打救護人華 蠟蠟射擊 開生牙頂 神經病 馬屁 還要 救護人華 拿出來送死 這裡好用 敵魂衝擊 沒有技勇 沒有技勇 加龍水砲也是難 守護 敵魂衝擊 打在這裡 好 先搞定一隻 斑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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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 應該到 Mega進化先 不要理了 Mega進化 再用尖弓 打到那隻 倒冷紅 尖弓 不是 其實用地震 用地震 高攻一點 不過不是 其實岩斌 岩斌會高攻一點 但岩斌我怕不中 或者尖石攻擊 神聖拳擊爆死了 沒事 但是岩斌 噢 我的天 快 最差的是第一回合 麻痺 如果不是 是有機會的 我們比加超 我們比加超幫他裝個什麼 裝一些厲害的東西 可以幫他裝凹凸頭盔 比加超 ok的 凸頭盔好像不錯 還是命玉呢 其實命玉也可以 試一下吧 什麼鬼帶雙鴻龍 是嗎 龍頭地鼠帶了命玉 我想試一下 如果我進去之後 再用雙鴻龍 它已經不行了 它已經知道我想做些什麼了 藥寶已經沒有用了 套到頭盔 都沒有什麼帶了 來吧 再來個 其實都ok的 練練加速 挖頭 接著反射牆 順風 Z順風 Z順風 OK 我們再用個練練加速 反而對面的刨孝褲沒有用到這個 好 打死這隻 應該打死比加超 對 接著我用妖精技 ok 對面還有順風 這樣我們可以拖得就拖了 先把人挖 它也是人挖 那對面人挖有什麼 有垃圾射擊 所以應該會先打一場無配魔 我們用輪槍打這隻 這裡 垃圾射擊 嗯 嗯 應該會馬上用水 還是你死了才行 要開著光場先 哇 這樣也不用死了 好厲害 那我直接用加龍水派 然後用靈魂衝擊 好 武擊中到 這裡 我打一個負責 光之黏土 那真的應該還有大概兩三彎 靈魂衝擊 打他 浪雜車 噢 做兩彎 那我們可以用龍頭地鼠 龍頭地鼠直接地震 這一彎 接著我們用欺詐打 夾寒 守護 雙守護 不要緊 不要緊 這樣 換一換隻 鱗龍上場 所以放地震 這個龍頭 OK 這個 這個放出來漂亮 因為又可以吃到龍頭又可以加到什麼 好 倒爛熊他就很大機會會用守護 因為要觸發他的毅力的特性 所以我們直接用地震 而右手面那隻 他沒有巨魔 應該好像有蜜 有沒有蜜 好像有蜜 但有蜜 不要緊 近身拳擊 不太痛 OK 因為對面 因為我還有牆 在這裡 行 搞定 完了 好了 成功大人第一個 聽聽這個失敗者 已經得到了陽命一切的東西 我這裡是不是可以保護 我應該要保護多一個 好 來 剛才那個可以回血回血 立刻打下一彎 什麼蜜蜜送上火山訓練 嘩 多龍巴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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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最快速 但是不要緊 我們先用個 電磁波電 這隻 巴龍 不是 多龍 我們先用個反射壁 不知道他用什麼 暗影球 真的用光場 哎 挑撥了 挑撥了的話 的話呢 先來個龍頭地鼠吧 龍頭地鼠的 劍武 這裡直接換 這個其實沒有意思 顏斌呢 顏斌呢 顏斌之後 這隻換做 巴卡拉可以嗎 好像這樣 很白癡 不行不行不行 顏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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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欺詐打 多龍 守護 這裡劍武再欺詐 可以 打死他一隻 打死他最煩的一隻 好 他現在中了挑撥 這隻 這隻 正常來講 可以用地震打 但我忘記他有沒有改 我們先消防 沒辦法 這裡要消防 地震 之後我們換 其實不是 我們可以用直衝轉 轉這隻 之後再用 巴卡拉特殊 守護不要緊 他守得不是很多彎 這裡直衝轉 這裡用Mega咬碎咬野獣人 Mega了應該就一定可以打死他 因為Mega咬就已經知道他沒有了飄河 好 迷2Q加水晶燈火靈 沒有什麼特別 雙岩斌 雙岩斌可以的 雙岩斌 紅牌 搞定 水炮 水炮可以留 可以搖 加龍水炮不要 好 既然是鬼盾 既然是劍盾 咬碎他 舔再加咬碎 是不是都死了 是不是都死了 這裡直衝轉 再加咬碎死了 怎麼減防都沒有 OK 和你的精力這麼差勿 既然看不出這點 我輸了 很想看到你們的緊密 可以帶到多遠 可以 去下一間房 冰蟹道館 我又 很大機會有極光幕 極光幕不會有問題 我們電電加速打一隻 電電加速是 是不是物攻 物攻 我們先打狗尾 這裡馬上換了天氣 如果不是很麻煩 你看他多狗 這裡很狗 很瘋 改了他的天氣 但不是他這樣收了你狗尾 一會兒又轉回冰天氣 不行 這樣很吃虧 不辦法 我們唯有讓他開極光幕 我們開個反射壁 十萬萬壓力 這樣反而更好 然後直接換一隻 李懸龍怕不怕 其實李懸龍也不怕 如果他看到那招冰爆 他知道光兵 最怕是只要光兵 光場 十萬馬力 暴風雪 哇 你看他多黑 神經病 馬上中招 這裡反個拉 灘瀑布打狗尾 這裡我想都要死 Mega 岩分 解了兵 OKOK 我們打死孫三王 之後再岩分 來 nice 打魔法法 打魔法法 應該都是我快一點 我猜 吊殺了打魔法法 之後岩分 雙保護 打下去 Mega 誒 炸死了 nice 好啦 這兩隻呢 用水技打象牙豬 這裡用岩分 OK 自信個性 對了 光兵出來了 但是他已經打不及了 這個光兵 已經是清了一大隊 他這個光兵來得太遲 好 龍系天王 有時候會阻害人類 有時候會幫助人類 當我們使用精靈 作為夥伴 作為戰鬥 我們知道怎樣才可以成功 知道有什麼條件 如果你不知道 你永遠都沒辦法贏到我 但這次不在咀嚐 封面 很難 這樣